不過蘇智峰來台灣 我們帶您來看他昨天還講了一句名言 因為昨天他有個跟記者問答的過程 然後這個記者問他說 之前韓國媒體報導說 這個AMD你要把單下去給三星 真的假的 結果蘇智峰說反問一句說 你相信韓國媒體的報導嗎 大家就明白了對不對 但是還是想要聊一聊 到底現在我們看到 這些所謂的各家在做AI的大廠 他的一個代工策略 到底會怎麼來分佈呢 我們要問停號帶我們來看 既然是GPU 基本上都是要求最先進的製程 換句話說我們過去看到 在整體GPU晶片代工的策略當中 其實三家都不太一樣 因為Intel始終把CPU作為主導的方向 他認為即便未來可能PC或者NB需求 再度回到上行軌道 基本上還是以CPU這種多功能的複雜運算 作為主要大宗 但是輝達和超微的策略就不太一樣 輝達真的就是主攻GPU 認為市場上到時候的性能會越來越高 大家的追求要需求會越來越提高 所以完全就往GPU 匯圖晶片的方向來走 所以你看到平時可能也沒有玩遊戲的人 突然都開始用輝達的顯卡了 就慢慢的提升 那超微的策略又不太一樣 因為超微本身在GPU的市場 雖然他還是贏Intel 但是是遠遠落後於輝達的 所以超微在過去一段時間主打APU 就是結合CPU和GPU 嘗試者能夠取得消費者中間的平衡 那你可以觀察到 不管是在消費性還是在資料中心當中 各個部門其實都有寄的GPU產線 但是不約而同的 基本上目前為止 普遍都是採用5奈米的台積電支撐 那預估在24年25年就會逐步採用3奈米 Intel比較不一樣 Intel的部分還是有一部分 是屬於自己製造 有一部分是屬於海外訂單來製造 那有部分是屬於台積電製造 所以不管是Vidia 或者是超微 其實他們現在還是 都是要用台積電製成的 目前來看 基本上都是採用台積電的 那也由於市場上 他有慣性的合作 所以不太可能在24年25年就大轉彎 突然有大批訂單移到三星 難度比較高 所以韓國媒體到底是夢到的是不是 可能他們對於自己的技術蠻有信心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輕忽 為什麼 大家要知道台積電正式 在先進製成上的節點超越三星 也不過就是過去五年的事情而已 在17年以前其實是落後三星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謹慎 這樣比較好 可是我們繼續往下看 如果Intel基本上在GPU的權重佔比不是特別高的話 就是超微和輝達的競爭 我們具體看一下從市占率的部分來做觀察 老實說在GPU全球市占率的變化當中 基本上輝達還是佔比接近七成 藍線是NVIDIA 對 超微FNT只有三成左右而已 他們其實距離還蠻大的 距離其實蠻大的 但是輝達的估值膨脹速度比較快 所以從資本市場的角度而言 超微可能反而更具有顯著的拉抬空間 一個股價漲這麼高 一個雖然比較低 它的市占率沒有這麼高 但它未來的前景展望蠻不錯的 因為大家都想找一個第二的供應商 沒錯 所以到時候可能會有新一波的股價拉抬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可以合理的預估 它慢慢可能會往上拉一點 沒錯 我個人是這樣想的 不過我們要了解到 雖然兩家廠商目前主攻的方向不同 一個就是直接鎖定在GPU了 嘗試把所有市占率給拿下來 但是超微是一邊主打APU 一邊把消費性電子產品給弄好 一方面也往AI來做挺進 可是你細看產線其實都差不多 你會發現晶圓代工廠都是台積電 封測廠就是日月光 繪圖卡廠基本上就是台灣的華碩 就那幾家而已 所以基本上除了設計是由美方自己主導之外 所有的代工 晶圓面是一樣的 都在台灣進行組裝 把半層體組裝完之後 運到中國進行最後組裝之後 就運到全球各地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如果以跟台廠聯繫度最高的 貢獻營收最大的 如果是以現在這個季度的財報來做觀察的話 我們今天很快台積電財報就會公布了 如果要具體觀察的話 基本上就看輝達這一波的財報和財測 會多微亮麗的 那我們事實上可以觀察到 如果觀察輝達的庫存金額 和庫存週轉天數 在今年一季度 其實已經明顯的近底下彎了 換句話說 輝達的谷底也完全已經度過了 目前消庫存的速度 我們就要觀察一下 多久會回到2021年的水平 因為我們要以這裡當基準是不是 你回到這個水平的話 就說明景氣正式進入到全面復蘇環期 目前頂多是從衰退期 剛剛進入到複蘇格局 所以也許匯達股價漲了一波 但我個人認為 如果是以一個庫存三到四年週期來看的話 它還不是最高點 它一定有更具有明顯的推升空間 為什麼 當它回到這邊庫存的時候 股價肯定比現在還要來得高 所以我們可以套一句蘇媽講的話 說現在都才剛剛開始 對 它都說我們做的任何決定 其實都是五年之後的事情 然後這個眼光放得非常遠 我連五天之後要吃什麼我都不確定 但我們可以觀察到 如果以台積電的營收結構來看的話 就是全包了 就是說不管此消彼長到底是 匯達可以挺進還是超微可以挺進 基本上台積電所有單都可以拿得到 我們可以觀察 從19年以來一直到23年 整體台積電的營收結構 2021年有一個轉捩點 當時藍色區塊也就是華為 已經完全退出台積電的營收市占當中 換句話說 當時由於美方的禁制令的要求 所以在21年華為就完全被剔除了 但是華為被剔除之後 補上之後我們觀察到 不管是我們看到的首席晶片大廠 聯發科 或者其他AMD 高通等等 突然在短期內激增 所以即便華為在2021年 被踢出它的供貨名單當中 但是2021年財報 遠遠由於2020年 我們可以觀察到 在整個2022年 基本上雖然蘋果仍然是最大的權重 最大的營收結構來源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到 你像是輝達 AMD 高通等等 這一些相對的繪圖晶片 或者非手機晶片大廠 基本上整體市佔已經超過蘋果了 換句話說 目前在台積電的營收結構當中 高階運算是遠遠大於手機晶片的 所以即便未來手機市場有所飽和 蘋果無法貢獻你更多訂單 但是AI只要在持續激增 台積電它所有的單都能夠拿得到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有時候會去過度去聚焦說 到底未來的AI是誰的天下 不管如何都是台廠的天下 沒錯 非常謝謝廷浩帶我們看看 比較一下 當然韓國媒體它自己夢裡什麼都有 就覺得他們要搶點單 但是現在看起來在AI這個晶片領域當中 這個它要搶單可能還要努力一下